好,为了要视察就有的消防局吉安分队 县长徐正伟率领着局处首长到往现场来会刊 来了解现在建筑物的环境 未来重新规划场地的运用 将活化再利用成为在地的观光景点 今日华丽县消防分队、光复消防分队和吉安分队 都有新的消防厅设并且启用了 但是旧委员的消防分队也成为地方的形式空间 为了活化旧消防分队能够在家利用 而上后下午现代徐正伟率领着花林县消防局局长刘仁瑞 行政级研考出处长吴坤卢 农业处长陈淑文、社会处长陈嘉富 前往瑞税、光复和吉安消防旧分队来现场会刊 除了听取分队长的说明 分队的周深环境、空间大小、洞线内的格局和地理位置 现代徐正伟表示,由于这三处地点 消防人员即将进驻新的厅设 旧有的空间也成为另外思考的地方 重新定位来为空间能够再现光明 幸福为了无缝接轨 现代徐正伟表示,目前将朝向赴尼会成长营的地方 亲自游玩和学子阅读的好环境 另外部落产业和农业行销的据点 也是影响光明的新目标 由于规划还需要在年营当中 必须要做好新的方向和未来预期的效应 希望在幸福团队的努力之下 让闲置空间使用力能够达到极大化 以达到活化的目的 记得终于今天的小伙伴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